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五百四十集 水月清那魂圆顶防御力太过惊人 如果不把他那魂圆顶轰开 他很难杀了水月清 水月清看见秦晨根本不讲话 毫不犹豫再次杀了 马上知道了 对方是动了杀机了 分明不想给他活路 再顾不得其他了 张嘴喷出一口血来 身上血脉之力疯狂弥漫 同时长剑上发出嗡嗡之声 带着强悍的杀意被他祭出了 这次不是为了拿下秦晨 而是想将秦晨斩杀于自己剑下 弄剑狂浪 水月清之等 现在危险了 于是已经拼出吃奶的劲了 这一剑之下 漫天剑气犹如浪涛一般朝着秦晨席卷而去 给我死 他早忘了要活着秦晨 询问出几道杀进的剑诀了 此时就一念头 要把秦晨斩杀了 只是当他拼尽全力的剑光落于秦晨斩出的剑气上时 噗的一声 他施展出的两道剑气已经被恐怖的剑翼轰爆了 两股恐怖的剑气疯狂交织碰撞 轰的一声 恐怖的声响于秦晨和水月清间炸开 水月清被强悍的剑气直接击飞 张嘴再度喷出了一口血 这次不是他故意施展惊血秘术 而是体内五脏六腑在秦晨攻击之下被镇伤了 水月清心中骇然 刚才那一剑实在是他全身真元爆发 也是他最强的一招 居然还是落在了下风 实在想不到 自己如此天才 竟然会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虽然他很不想接受这事实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阁下有话好好说呀 水月清心下惊怒急忙开口 之前是在下鲁莽了 阁下如此秀为 水某是万分佩服 不如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交个朋友吧 以后我妖间宗大门永远为阁下敞开呀 水月清很不想胡软 可他知道 这时候面子是次要的 相比面子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有话好好说 秦晨冷笑 这时候求饶了 一开始上哪儿去了 自己到这参加邀件传承 本不想惹什么麻烦 可这个水月清 韩丽等人 三番五次对自己出手 真当自己没脾气啊 之前那是有人在 自己不能暴露实力 可现在既然动手了 他怎么能停呢 否则一旦被执法天怀疑上 那才叫真危险呢 所以 秦晨没理会水月清 身心一晃再度杀了过来 先前他和水月清交手 引发的轰鸣 实在太大了 难保会没人听见 他必须得在最短时间内 把水月清给斩杀一次 然后他及时离开 你 水月清惊怒万分 没想到自己都求饶了 秦晨还不放过他 他可是妖剑宗种子弟子 对方如果杀了他 难道不怕出了这儿 妖剑宗的师尊长老 为自己报仇吗 对方实力这么强 他定然是某一个 大势力的弟子 哪怕是得罪自己 也根本无需害怕 因为自己根本拿他没办法 就算妖剑传承结束了 对方也完全不用担心 他妖剑宗强者会为难他 毕竟这种天才 绝非普通皇级势力能培养的 只要自保来历 难道妖剑宗强者 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 杀了他不成 他完全不用这么做呀 水月清紧张了 同时他震惊万分 因为他根本不明白 秦晨为什么非杀自己不行 除非 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 不得已的原因 突然 水月清眼珠子默得瞪圆了 心中有出一个 难以置信的可能 莫非你和执法店 捉拿那两人有关 水月清直接惊呼出声 除了这可能 他想不出对方 为什么非杀自己 而且他明明如此可怕 之前故意隐藏实力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 水月清话一出 秦晨眼光更冷了 他是没想到水月清 如此精明 居然能把他和执法店 联系到一块 如此一来 更不能让他活了 沈摩顶 轰的一声 秦晨头顶瞬间出现 一个古朴的古顶 黑色巨顶散发滔天的魔气 瞬间把水月清头顶的 浑圆顶气息压制下来了 而后狠狠地轰出 在镇摩顶气息之下 水月清头顶的浑圆顶 如同帝王剪刀臣子一样 顿时瑟瑟发抖 气息不断地晃动 果然呢 你 感受到秦晨身上 愈发浓烈的杀意 水月清顿时是惊怒万分 他肯定 秦晨之所以隐藏实力 而且现在非杀自己不可 绝对是跟执法殿两人 脱不了干系 走 必须马上走 此人竟然真跟执法殿 捉拿的高手有关 绝不是他能力敌的 深吸一口气 水月清猛地把浑圆顶轰出 同时身形朝外略 此时呢 他宁愿自己直接离开建议塔 也不想继续跟秦晨纠缠了 可秦晨岂能让水月清逃了 如果水月清非要跟他纠缠 说不定他还得施展一些底牌 这才能杀了此人 不过既然他要逃 他只能怪他运气不好了 九星神力决催动到极致 镇摸顶顺时爆出一团恐怖的魔器 如同一片大陆盖牙而下一般 瞬间封锁了水月清周身的空间 水月清心中大爱 他有种感觉 自己若只顾往前冲 绝对会被瞬间轰杀成渣 所以在危机中他反而停下了脚步 咬着牙竭尽全力催动浑原顶 随后他用力轰击而出 轰的一声 镇摸顶与浑原顶碰到了一块 惊人的轰鸣声响彻天地 只听咔的一声 水月清头顶的浑原顶 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裂缝迅速蔓延 紧接着就是咔嚓一声 这道极为恐怖的真原宝顶 瞬时间爆碎开来 于虚空中四分五裂了 这不可能啊 水月清心中震惊地怒吼 就算八阶珍宝也不可能 把自己浑原顶震碎了 这到底什么宝贝 可水月清也知道 这个时候 他不是继续想对方珍宝的时候了 想都没想 直接寄出一张浮钻 嗡 浮钻瞬间亮了 笼罩了水月清 同时 一丝空间波动 在剑一塔中传递而出 水月清显然想利用这空间浮钻 直接逃离剑一塔 甚至呢 连腰剑传承也顾不得了 秦晨目光一凝 空间浮钻 这水月清身上宝贝不少啊 不过呢 既然动了手 秦晨又怎么没想到这可能呢 手一抬 嗡 手中瞬间弥漫出一股空间奥异 空间奥异融入水月清身上的光芒里 让那光芒默地闪了一下 原本水月清即将离去的身影 也随之停滞了 就这一刹那的停滞 给了秦晨出手的机会 轰的一下 黑色阵魔岭瞬间改压而下 在水月清惊怒的目光中 将他整个人连同空间浮钻 一通笼罩集中 一生惨救 水月清整个人在镇魔顶的气息下 熏裂开来 此时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后悔啊 可是呢 此时后悔 没什么用了 他甚至想喊出秦晨的名字 想让别人知道是秦晨杀了他 可在镇魔顶气息之下 他连张嘴都没办法 仅仅一瞬之间 水月清整个人轰爆了 就好像被砸了的西瓜一样 残枝断壁四处飞溅 而后又在镇魔顶镇压之下 化为了积粉 总算杀了 秦晨松了一口气 迅速把水月清的储物戒指 等等东西收了起来 可突然 水月清爆碎的身体中 一道无形的血色光芒暴力而出 就要没入秦晨的身体 嗯 血脉诅咒 秦晨脸色微变 这个血脉诅啊 是武者临死前 通过燃烧血脉 给敌人下诅咒的一种方式 一旦被血脉诅笼罩了 对武者身体将有巨大的损伤 这个也就罢了吧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啊 花一些功夫 磨掉这些血脉诅 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呢 虽然能消除血脉诅咒 对他的影响 可身上依旧会残留一丝 水月清血脉的气息 到那时候 一旦出了妖剑传承 被妖剑宗的人感知到 他身上有水月清的血脉气息 那他必死无疑啊 而在秦晨和水月清交手的时候 他们两个交手的波动 也随着轰鸣之声传递来出去 诶 有人交手 距离此地颇远的地方 修炼中的寒厉和杜青城 爽默默地睁开 整个人豁然起身 有人交手 我怎么没听见呢 诶 好像真有 这是建议塔 接受妖剑传承的地方 感知弥漫不出多远去 谁会在这里动手啊 诸多武者脸上顿时露出疑惑之色 建议塔 能对剑客的建议有极大提升作用 每个人进到这儿都是一场机缘 因此呢 很少有人动手的 都是拼命地提升建议感悟 试图进入更高的层次 可如今竟然有人在这儿动手 这简直是放弃大好机缘不要 非要浪费啊 水月清 一定是水月清他们 突然 韩丽目光一鸣 脸上露出了凝众之色 声音传递来的方向 正是之前水月清等人消失的方向 他们一定发现什么了 莫非对徐燕动手了 还是冷清风 亦或者 是秦晨 韩丽眸光闪动 他再了解水月清不过了 如果有机会啊 他绝对会为宗子的名额 对他们这些其他种子弟子动手 不行 我得过去看看 心念一动 韩丽顿时朝隐约轰鸣传来的所在 暴力而去 速度之快 眨眼就消失在了灰雾里 哼 韩丽 我也来 刷 韩丽略出之后 杜青城自然也不会落下 身形一晃 紧跟而去 哎 走 咱也去看看去 到底谁在建一塔也动手 刷刷刷 那些跟随韩丽的诸多舞者 纷纷飞掠而起 也跟了过来 不仅仅是韩丽他们 此时进入建一塔第三层的舞者呢 已经多达一百多人了 虽然建一塔到处被挥舞遮蔽 地狱也十分辽阔 可之前秦晨跟水月清交手那动静太大了 特别是最后 镇磨顶轰碎浑原顶那一击 宛若天崩一般 传了老远车前 一时间 诸多听闻动静的舞者纷纷惊愕 沉思之后 朝着轰鸣声传来所在 飞绿而来 秦晨自然不知自己惊动了这么多舞者 此时就算知道了 也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那血脉诅咒所画的红色光芒 你就画为一道流光瞬间来到眼前了 知道这血脉诅咒进入体内 即使他将无所遁形 必定被妖剑宗高手看出端倪 血脉封禁 这一刻 秦晨浑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目光前所未有的冷烈 他死死盯着血色光芒 在血脉诅咒即将袭中自己的瞬间 双手迅速捏出了大量手绝 啥啥啥 秦晨双手快速闪动 一瞬间 像是成了一片幻影一般 大量的血脉之力融合真元汇聚 最终于虚空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符纹 拦在了血色光芒之前 翁 水月清的血脉诅咒顿时散出阴冷暴虐的气息 他想要冲破虚无的符纹 没入秦晨体内 但秦晨双手再度快速略动 虚无符纹散出害人的气息 如同一张大网一样 将水月清的血色诅咒包裹在其中 形成了一枚血色的珠子 看到流转着阴冷诅咒气息的血色珠子 秦晨双手再长长吐出一口气 好玄啊 好在他血脉上造诣也是极为深厚 千军一发之间 总算把那血色诅咒拦了下来 陈少 你没事吧 这时候 忧谦雪来到秦晨身边 紧张到 他已经把那战场彻底打扫干净了 把他和秦晨两人所有痕迹 清除得一干二净 我没事 走 赶紧离开这儿 秦晨摇了摇头 临走着前 眼珠子一转 突然 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他捏着喉咙 默得大吼了一声 海烈 你竟然 啊 秦晨长笑出声 声音隆隆 充满了惊动之色 仿佛一名舞者临死前 充满绝望的怒吼 这声音宛若惊雷一样 在整个建议塔第三层隆隆回到 瞬间传出了上百里远 吼完这一嗓子 秦晨在幽谦雪目瞪口呆的目光中一笑 深省一晃 带着幽谦雪消失在这儿 没入了灰雾之中 在将幽谦雪送走之后呢 秦晨并未离开太原 而是反身折回到之前交战的不远处 此时极虑而来的寒礼 听到这一声怒吼 浮游地愣了一下 怎么回事 谁喊自己呢 他眉头紧皱 充满了疑惑之色 心头却莫名涌成一丝不妙 不由得加快速度 整个人宛若一道闪电一样 瞬间来到了战场 下一刻 他目光凝滞 眼前血气弥满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浓郁的血腥气 令人急于作恶 而更让寒礼惊惊许的是 前方地面上竟然发现了一把黑色长剑 长剑顶端是一条舞爪黑龙 咆哮争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